用GCC操作怎么样子输出中间码 然后中间码格式长怎么样 还有怎么样做最佳化的这部分 我们来操作一遍 那我这边已经有那个课本的那个光碟里面的那个程式 网站上也有 那我已经下载下来 那我就切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 那我有GCC没错 那我们刚刚说加DR参数 然后就可以让它输出一个叫做RTL的中间码 OK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那因为这个程式只有不是完整的 所以我还得加上C参数 这样子让它只做编译不做连接 好 那所以C然后DR 然后呢 这个上点C OK OK 然后O OK 好这样子呢 它会跑出一个叫做上点C 看一下 它会在DIR 哎呦 好 DIR看一下 它会跑出一个上点C.01.RTL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档案 上点C.01.RTL 好 这个档案呢 各位一定会觉得看不懂 说真的 我也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只有设计GCC的人会去用它的 那除非你要改写或移植GCC 不然你不会去看懂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它主要就是这个是代号 代号 那这些是一些运算 那它把运算呢 写成这种括号括号的形式 很像那个有一种程式语言叫LISP 那这边很长 因为那一段虽然我们的程式码很短 我们的这个程式码上点C.01.RTL 其实不长 短短 但是呢 它产生出来的 的 这一个RTL却很长 130行 可是呢 这边只有9行 8行 8行 变成130行的RTL 真的很长 好 那这个RTL只是给各位知道 其实里面是什么 各位看不懂就算了 不是很重要 也不会考 那接下来 这个就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 你在实物上就会用到 最佳化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 来做一下最佳化 这边有一个Optimize.C 那 我先 我先把其中不必要的 就是 待会要产生的档案先杀掉 这样子各位才看得清楚 我是不是真的有产生 好 OK 我留下真正的程式 那我用GCC 然后呢 这个 OPTIMIZE.C 然后呢 点O OK 但是呢 我在这里 我可以选择 用O0 O0的话 就是不做最佳化 那 它的结果 OK 所以 因为 因为这不是完整的程式 所以我要加上C 只做编译 好 这样OK 那它产生出来的 这个 Optimize 诶 对 我应该给它输出 输出组合元 所以是 要加S 好 好 奇怪 组合元 哦 组合元 应该是 点S 点S OK 好 这样才对 因为它输出点O 我就以为它是那个 这是组合元 OK 那你可以看到 刚刚的那段程式 Optimize 到底长什么样呢 Optimize.c 长这个样子 就是刚我故意设计 有点重复的那一个 好 那它的 没有最佳化的版本 长这个样子 那 如果呢 我今天用O3 所以我改 名字改叫Optimize3.s 那 这样子的话 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Optimize3 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很短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是原始程式 这个却很长 这个是 没有最佳化的版本 这个是有最佳化的版本 两个差很多 那基本上 针对这一个函数而言 其实它根本 全部都最佳化掉 只剩下 直接把14传回来 因为3 4嘛 3和4加起来 就7 7加7就14 所以这个答案根本 跟变数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它的最佳化结果 你可以看到 它直接把14呢 送给EAS EAS就传回来 所以 前面和后面这些 都只是做前 前面后面的那个 堆叠管理而已 那 真正的指令 其实只有1号 所以它最佳化的很彻底 好 那这是有关于 最佳化的这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按照这一个操作 特别是RTL 你不用操作就算了 那最佳化这部分 你一定要去操作看看 这样会比较清楚 好 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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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